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感谢他们心心的付出 我以为你是想向过往的话告别呢 但是这个预计特别好 谢谢库巴勒特老师 对 这代表 别走啊 我一会儿还回来 原来有始 三十九了 对对对 你要面试的岗位是 茶变运营和市市场执行来的 你以前开了一家茶店 对对对 效益怎么样 抛弃工资 这个效益还可以 那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家属他是在南方需要我过去 那怎么又要走了呢 北方那边有一些这个调整嘛 所以说我又回来了 那你今天面试工作是要去妻子的那个城市吗 石家庄或者是外地有些工作 有可能的话也会考虑 最好在石家庄 对对对 你可够紧张的呀 哥们 你哪那么紧张啊 放轻松 放轻松 放松点吧 因为你面试的不是销售岗位吗 你这样就是都说不出话 我们都着急 毕竟是39岁了 做销售的人 好不好 别表现得太紧张 我问一下你在家里 你跟你的妻子谁说了算 我们稍微点来 真的啊 我怎么感觉是你老婆说了算呢 但是读书啊 这个东西 到底是谁做主 谁做府 我感觉 我一般的话 大事我来说 管孩子教育谁说了算 我 你 为什么说的你们家是虎妈猫爸呢 没有 他就是他的性格 比较外向一点 是这 但是我可能说 你说一般的话 家里边定一些事 一般的话可能大事 基本上还是 你管啥大事吗 你说你管啥大事 没有 钱你管吗 赚钱 钱你管不管 钱他管 钱他管 赚钱你管 对对对 花钱谁管 花钱他管 那你管啥呢 你只管挣钱 我就是挣钱吧 所以你知道他谨小慎微 是从何而来的吧 对不对 好可爱 他的典型的是 我管大事 但是家里没大事 那我就再问你一点啊 大事也有 我再问你一点 你确定 你这次工作 会找离开 你妻子之外的城市吗 可以 因为我之前 你确定不要申报一下吗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啊 对因为我之前 那个那份工作 我有将近十年时间 我都是 那个全国各地 我基本上跑了 二十七个省 在这区 跑了将近 二百二十 二十多个地级区 还有一千多个县 基本上 我对咱们 中国的 相当于 除了西北那儿 我没去过 其他地方我都去过 你不想你老婆 跑那么远 那为了工作嘛 我们只要是目标一样 一致就可以 你接不接受基层岗位 可以 你要求薪资多少 施加装 我写的是七千 你咋在发抖呢 你在 我建议把你的薪水 稍微在第一轮的时候 再压下来一点 而且把你的这个地域的话 可以扩大一些 这样你的机会 可能会更多一点 我建议你的薪水 调到五千块钱 他不敢离开他老婆 可以 调多少 五千 他倒是如姿可叫 对特别好 我觉得 他不像其他的选手那样 我必须要咬着 这种好脾气 都是妻子培养出来 好多样 来第一轮选择 虚活流 还有三盏灯 你这种羞涩的人 能卖过东西吗 那有了目标之后呢 肯定也会 把东西卖出去 你卖一个 我看看 我建议 因为我是去过 他们龙瑶县 万亩卖浪如海 是吧 你们那儿 有一万多 好多村子 如果你卖馒头 对吧 这个够直接吧 河北就是龙瑶那边 确实是万亩这个小麦 开始吧 是吧 因为我们那个小麦是 开始吧 开始吧 先找一个人 那我就卖给这个 杨蓉杨总吧 你可能说你是 南方的是吧 但是我们这边的馒头 特别爱就是说是 纯的 就是那个 人工发酵的 做出的馒头 就是纯 手工 就是说 直接 活出来的 那我们家 我最不爱吃馒头 所以我没有这个需求 你要是 面粉也行 因为我们这儿面粉 也是就是我们 这个 当地产的面粉 我觉得它是适合 做客户关系维护的 它不是去 开疆拓土的 打钱震的 它不是那种 它是靠那种 一点点的去磨 它很善良 你只管善良 也许老田会自会衡量 也许今天这个销售的杠 不见得 你最合适 所以找准自己的定位 不要找那种 尽可能交流和沟通的工作 做那种 需要你的善良可爱 去维护关系的工作 就特别适合你嘛 第二轮选择 虚口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